大家注意看 视频车速度很快 前面警车正在执行任务 他就这样一脚油门 从右侧下着十线就超车了 你是真不把交警放在眼里呀 说的严重一点 你这就是在挑衅 你也真是个牛人 前一秒怕得了 下一秒直接被截停 不好意思啊哥们 你这个我实在是没忍住 再看这个 前方红灯 咱们停车等待 前车司机突然下车 这是要干嘛呀 这应该是着急送孩子上学吧 我的大姐 你们就这样走了吗 我这个怪怪 真是啥人都有啊 你这是把马路当成自己家了 想怎么停就怎么停啊 果然没有女司机干不出来的事呀 遇到这种情况 车主也是一脸懵逼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直接报警算了 既然车子不想要 那就直接拖走吧 前方红灯 你们看交警示意让咱们往前走 那行吧 咱就听交警的 左边有行人通过 他又示意我们停车让行 那咱们只能停车了 刚停下 他又让咱们赶紧走 前方可是红灯呀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个交警让我们看灯 那好吧 红灯只能停车了 结果刚停下来 交警又示意让我们走 好家伙 过一个路口 我被你们整蒙圈了呀 你们说这种情况算不算闯红灯呀 我这会儿脑子真的是嗡嗡的 前方红灯 咱们停车等待 这时候用户方突然穿出来一名男子 直接躺在咱们车前 这是要干嘛呀 碰瓷吗 真是秒出警呀 对面交警直接走了过来 车主也是赶紧下车 你等一下啊 遇到一个碰瓷 这时又一名男子走了过来 他俩肯定是一伙的 没想到今天出师不利呀 碰瓷碰到交警了 咱俩还是赶紧撤吧 车主遇到这种情况 心里也是很生气 拿上口罩就走到交警面前 解释当时的情况 这种人就要给他们一点教训 还好有监控 还有记录仪 不然这事真的是说不清啊 最后一个 一个路口竟然遇到了三个奇葩 真是个人才呀 你们看第一辆车 左转车道突然就要右转 再看第二辆 执行车道就要左转 这都是啥人呀 亏你还是个警车呀 再来看视频车 左转车道没毛病 我估计他是被他俩带偏了 到这里虚晃一枪 又赶紧换到 果然有窝龙的地方 必有凤出呀 你们这操作也真是绝了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 果然是师出名门 倒走一路呀